Hello 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看看我在哪里啊 这里是老挝最大的一个机场啊 老挝首都万象的瓦代国际机场 今天过来送一个朋友回中国去 因为最近直播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啊 来老挝安不安全 来老挝第一步该怎么办 连下飞机怎么样能够拿到一张电话卡 都成一个问题啊 今天呢我们就正好借这个机会啊 去这个机场里面给大家拍一下 看一看如果我们做一个 从来没有来过老挝的一个陌生人吧 来到老挝第一站 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难题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建筑 就是老挝首都瓦代国际机场的航站楼 别看它小啊 这个也是首都万象啊 唯一一座军民两用的机场 是由一家日本公司建设的 不过这边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标识 很多人来老挝的第一单 就是在这边成交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国际航班的到达大厅 平时如果大家来老挝的话 也是从这个门出来的 大家在国内非常关心的 例如通讯呢 还有钱币等问题啊 都在前面啊 那个小房子那里都可以解决 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国外啊 但是在这边你们看到中文的广告到处都是 这旁边这一排小窗口呢 就是办理手机卡 还有换钱这些业务的 前面这两家都是老挝那边比较大的运营商 上面清楚的写着4.5G卖电话卡 不过说句实话 在老挝那边好像很少有地方能够达到4.5G 他们的网络呢 反正也是够用了啊 在市区里面至少是可以正常联系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套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一个G的两个G的十个G的啊 最多还有1024G的流量还是非常多 如果我们刚来老挝没有人给大家接机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门出来 待会我们在外面呢 实际上是可以找到这样的出租车的啊 在老挝那边 现在好像能够进机场里面接的公司并不是太多 这里呢 那店长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把酒店订好 其实在外向很多大一点的酒店呢 都是有机场接送的服务的 所以就免去的大家不挥路啊 去打车很麻烦的这个事情 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第一次来老挝出来看到的风景吧 其实老挝的地方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气啊 哇非常的暖和 当时我也是冬天过来的 不过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一块区域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标识啊 禁止吸烟 垫子烟也都是不行的 所以呢 还是为了自己的钱包呢 先忍一忍啊 不过这个前面 现在他们已经设计了有吸烟区的 如果真的是烟饮饭的同志呢 是可以到前面专门指定的区域去吸烟的 刚才在里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关于很多朋友咨询呢 就是手机网络的问题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卖手机卡的 呃 在前面几个会台呢 都是老挝的 相当于是咱们国内的三大运营商吧 他们的这个套餐呢 都是比较多 而且呢都是真实有效的 不存在是说 像是有一个粉丝啊 然后到用的时候呢 发现那个卡就是一个废卡 也不能打电话 也不能上网 所以除了这个上网的问题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货币兑换 其实这个里面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有很多可以兑换外币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提前做一些攻略 了解当地的这个汇率啊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店里面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开的店里面 去兑换你所想要的汇率 都能换得到的 但是如果大家为了图方便 或者是保证安全起见 我也还是建议大家 在这个机场里面 把这些小事情全部处理完 我们现在出发开车 从机场 直接到老挝那边 最大的一个华人聚集区吧 也是很多老乡来老挝的第一站啊 就三江市场里面去 最近我看到 网上有不少的网友评论啊 就是在国外 大家似乎对这个中国人 不骗中国人这句话呀 抱有很大的怀疑 很多人就说 只要出国了 不跟中国人接触 就是最安全的 其实这句话呢 我觉得说的是有点极端了 虽然这些年 东南亚这边的这些民生吧 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 大家出门在外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好人还是多的 就像我自己在三江那边开店一样的 经常有人去问个路啊 问一个签证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问一个什么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真诚的给予回答的 没必要说觉得看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像是要坑你一刀 宅你一刀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 呃 来的人自然懂吧 这个 其实说来说去呢 大家对这边的治安特别是一次都没有来过老我的朋友 肯定多少是有一些担忧的 这个我觉得蛮正常 毕竟像我当时来老欧也是一样的 那时候东南亚还没有现在这些什么什么园区什么之类的啊 那时候我过来的时候家人都是非常担心的 毕竟是出国了嘛 你去了离了家乡很远的地方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肯定是有一些恐惧嘛 因为未知就是带来了 直接就是恐惧 所以大家对于这边的治安的担忧呢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总体上老欧这边的治安 我一直说 我觉得老欧的治安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我最近也经常去采访 在老欧这边生活工作创业的中国老乡 大家对这边的治安看法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呢 就是两个点 没有来过的朋友在国内看新闻 看报道 看自媒体发的视频啊 或者是论断 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不安全 但是一旦来过老欧的 待过一段时间呢 不管是旅游也好 工作也好 考察也好 还是直接过来找老婆的也好 对这边的治安呢 就马上会有一个全新的 自己的了解 但是呢 很奇怪 在老欧这边生活过的朋友 很少会在网上去分享一些 老欧这边的 自己关于老欧这边的治安的看法吧 但是在国内没有来过的朋友 往往在网络上 在一些评论区里面 那是聊的热火朝天 就感觉自己胜临其境 都已经在老欧待了十几二十年一样的 现在我们从这个红绿灯出来 就相当于出了这个机场的内部道路了 上了13号公路了 看到没有 这旁边有一个交警亭啊 这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 因为从这个车 屁股后面的这个方向 就是从中国 如果咱们自驾的话 来到老欧手动外向 也是走这个路口过来啊 就是这样直接执行向南 待会前面就到了三江中国城了 刚才那个红绿灯路口呢 应该是很多朋友来老欧 第一个给你打招呼的一个招呼站吧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所以这个也顺带说一句啊 大家如果在老欧这边开车的话 还是首先保证自己的政见齐全 其次就是不要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 只要做到这两点啊 大家怎么说呢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啊 就是即使遇到某些情况的话 大家还是有理有据的 可以跟他去慢慢摆摆摆摆 这个在我们自己时间 心情都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是可以慢慢摆摆的 但是如果自己又很着急的情况下 这个这个另当别论啊 我们马上你看又到了第二个红绿灯了 这这边左拐的话 就直接到了三江中国城了 说到老欧的治安 大家其实这一路过来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啊 这路边除了这两个红绿灯之外 其他的像什么监控头啊 像国内所谓的天影啊 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相比于咱们国内来说 这方面硬件的基础设施 还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在老欧这边 有时候可能偶尔个什么东西丢了啊 什么样的 你想把它找回来还是有挺难的 因为它的这个硬件条件 没办法提供比较好的这个辅助 其实我每次聊老欧这边的治安 像是平时在直播的时候 还有这个在视频当中 给大家分享老欧这边治安的时候 很多网友在下面反驳 或者说店长 你是不是在忽悠大家 忽悠大家来老欧 实际上说句实话 大家来不来 跟我都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可能治安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特别是多南亚这些国家 我觉得治安的评价来说 我觉得看分什么人吧 如果你是价格没有想来老欧的 或者说你价格就不准备来老欧的人 他们可能在网上 我感觉啊 这一批人可能就会对老欧这边的治安 他的这个负面的东西 会不断的去夸大去聊吧 因为大家怎么说呢 当成八卦也好 还是当成这个平时的消遣也好 反正就是去去聊 怎么聊怎么黑怎么来 但是为什么很多来过老欧的朋友 在老欧这边待过的朋友 他对这个治安的这个评分又不一样了呢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评分标准不一样吧 可能就像那个老师改作业一样了 你标准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些在老欧创业的 或者有些朋友在那边工作的 来找老婆的 其实很多事情啊 他都是需要一点这个包容性的 或者说一些事情 在不伤及到我们自身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去接受一些小的事情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比如我刚才在后面说的 那个红利灯路口的那个事情一样的 很多人看法就不一样 有一些人咬牙切齿 有一些人就觉得习以为常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对于这边的这个标准 评判标准是有差别的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老欧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过来旅游来创业的一个国家 它的包容性 它的整个的民风这块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一直给大家畅导就是 我们来老欧 有三个不要做 第一个呢 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做不安全的人 第二就是不要交不安全的朋友 第三个就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 其实在老欧这边 我们正常的生活 咱们中国人一直讲什么财部外露啊 尽量低调一点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大家毕竟是在异国大乡 很多东西我们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吧 肯定是要比国内要来的强一点 我觉得只要做好这几点 你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 你的安全系数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了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地方就是三江市场的西门了 从这个路口这边拐进去 看到这边一个保安亭没有 这边就一个西门的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店长的店铺也是在这个上面 这个前面上坡 应该是能够看到我们家的这个招牌的 那个绿色的门头 大有价仙国吧 这就是我在老国创业的一个实体吧 这边是水果店啊 这边是水果店 现在我们把车停到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停车场啊 这边是一个公共免费的一个停车场 大家如果来这个市场里面 可以直接把车开的停到这边来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是到达三江中国城的内部停车场了 看了一下时间 我们用时九分钟 因为从机场到三江的垂直距离呢 不到一公里 我们这个等于是绕了机场 绕了半圈才到这边的 所以平时如果角力很好的朋友呢 可以尝试的走过来 大概也要花个二十分钟的时间吧 走到这边 平时打都都或者是打这个出租车呢 我觉得应该它收你五万老币以内吧 现在收你五万老币以内都算是正常的价格了 五万老币大概人民币现在是不到20块钱 16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价格了 如果高于五万老币呢 那个你可以自行选择 如果是低于五万老币很多的 当然那个司机可能是非常良心了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点订阅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